无愧的工人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 做无愧的工人 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文这样说 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认识神的儿子 得以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为了建立基督的身体 神把许多工作和侍奉的恩赐 加给了牧者 使他在教会负起一种 像牧人那样的责任 去保护 喂养 神所交托给他的羊群 那所以我们思想的题目啊 主要是牧养 牧养 在讲到教会权柄的时候 那毫无疑问啊 教会当中最高掌权者 那就是耶稣基督 他是教会的元首 是统管一切 指挥一切的 至于教会当中可以有最大权柄的人 那就是由神所设立的一些执事 他们是直接受托于元首基督的 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十一节 圣经说 他所赐的有使徒 有先知 有传福音的 有牧师和教师 那我们要特别留意 牧师的执事 神将牧师赐给他的教会 或者说 我们可以称牧师为牧者 牧人 其实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的 牧师 原来希腊文就是牧人 新人圣经一共出现过十八次 而在大多数的经文当中啊 都是把它翻译做牧人的 那因为很多人在看牧师的时候啊 往往忽略了牧师的责任 其实就是牧人的责任啊 圣经在四百多年前翻译成为英文的时候 他们把这个字翻译作牧师 并没有什么不妥当的 那因为牧师的意思在当时来说啊 并不是一个宗教的名词 而是普通的词句 那意思就是牧人了 著名的音乐家贝多芬呢 在写他的第十六首交响乐那个时候 他也称这个乐曲为牧者交响乐 那内容并不是描写教会生活的 而是描写牧羊人的 是一首讲关于牧人的交响乐 可是随着年代和文化的转变吧 牧师这个词啊 已经成为宗教上的一些专用名词了 他给人联想到的 是一个穿着整齐的礼服 在礼拜天站在讲台上教训人的人 而失去了他原来的意思 但是当我们讲到牧人的时候 我们会想到在那宽阔的草原上啊 带领一群牲畜的人 他们可能为了喂养和照顾他们 弄得满身都是泥 手也脏脚也脏的 但是他却毫不在乎啊 因为这就是他的职责了 所以牧师和牧人 让我们联想到的图画 好像是完全不同的 是不是啊 可是牧人的图画 是更适合圣经当中 所讲的这位牧师了 好的牧人的例子 当然是我们的主耶稣了 他是羊群的大牧人 他为了属他的人 他门徒的利益而奋不顾身 他把自己的生命都投上了 其实我们在教会当中 讲到侍奉的时候啊 我们应该想到做仆人的意思了 仆人很少是穿着很很华丽 非常漂亮的 很少这样的 或者是仆人也很受人尊敬吧 也不是这样的 在这里我想跟你分享一个年轻的牧师的见证 他在侍奉神的道路上曾经有些很不平凡的体验 从他的经历当中 我们可以知道作为一个牧人的真正的意义 这位年轻的牧师 在他牧养教会的第二年 就遇到了一个令他十分厌烦的老人家 这个老人家既贫穷又寂寞 伴有十分的自高自大 语气非常刻薄 处处跟人家作对 但是他却教了这一位年轻的牧师一个 鼻声难忘的功课 也就是说他一辈子也忘不了的功课 那开始的时候 牧师和一般的会友一样的 觉得这个老人家十分的讨厌 他甚至不愿意看见他的出现 因为这个老人家又不爱祷告 又不爱读圣经 又不爱奉献 只爱在那批评 批评人家 而且往往是恶意的批评 令听见的人都感觉很难受 他曾经批评牧师的讲道和他的表现 他也和牧师辩论有关神的慈爱 因为他心里都存着怀疑 可是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家 有一天就因为得了病进了医院 而且病得十分的严重 年轻的牧师自然要去探望他了 可是老人家竟然不谈别的 又和牧师争论起神的慈爱来了 牧师内心觉得很难受 他探访过老人家之后 就满怀惆怅地离开了医院 后来老人家忽然要求牧师为他祷告 读圣经和给他施圣餐 当时老人家的病况已经非常的危险了 他坐在轮椅上 不能够行动了 牧师探望他的时候 他的拖鞋刚好掉下来了 他要求牧师替他捡起来 穿在他的脚上 当时老人家的脚已经开始肿胀了 牧师看见了 内心非常的难过 他想到自己虽然身为牧师 但却没有实际的服侍过人 也没有让人从他身上真正的感觉到基督的爱 他的内心非常的激动 于是他就弯下腰 把拖鞋捡了起来 然后轻轻地就按照老人的需要 轻轻地把他穿在他的脚上 替他把鞋带绑好了 当他接触到老人家那个发肿的脚的时候 老人的心好像是被触摸到一样了 他的身子马上就抖动起来 但却说不出半句话来 这正是最为老人家最渴望的 过了好久 老人家对牧师说了 我爱你 后来牧师对老人家的态度完全地改变了 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很亲密了 牧师在没有任何报仇之下 陪伴了老人家 度过他最后的一段日子 年轻的牧师明白了服侍的道理 他不再以自己的眼光去衡量人 乃是以基督的爱去爱人 牧人的心是怎么样的呢 答案是很简单的 牧人的心就是耶稣的心 耶稣把自己毫无条件地献上了 完全为人牺牲了 为所有需要的人倾倒出自己了 保罗在以弗所书的四章七到八节那说 我们个人蒙恩 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 所以经上说 他升上高天的时候 掳掠了仇敌 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 你看啊 原来基督给教会的一切的恩赐 恩典 包括了使徒 先知 传福音的牧师 教师等等吧 都是基督借此 把自己分给教会的方法呀 因此 这些人在神的面前的侍奉 应该是照着基督量给个人的恩赐而定的 没有一个人可以用自己的专业或者训练来侍奉神 去做使徒 是因为神给他有这样的恩赐 做先知的也是这样的 做牧师的也是这样的 是神把恩赐分给了人 人才可以去侍奉他 但我明白了这一点之后 我们对侍奉就会有不同的看法了 因为 他是神的工作 是神借着人这个器皿 去成全了他的工作而已呀 在铁萨诺利家前书的第五章二十四节 圣经这样说 那照你们的本事信实的 他必成就这事 你看呢 神能借着我们的侍奉 去赐福给别人的生命 但我们是不是把自己交给了他 毫无保留的 任他使用呢 当然了 在侍奉的过程当中 必须由神才去主动的 是神拣选我们 分派我们 委任我们 然后我们才能够去为他工作 能够在神工作上有份的 是莫大的光荣和权力 但也需要有莫大的牺牲 如果有人愿意做群羊的牧人 为神照管他的羊群 他就必须要学习牺牲 放下自我 放下骄傲 不求世界的享乐 不求生活的舒适 不求自己的荣耀 今天 有谁愿意侍奉神呢 当神呼召你的时候 你是不是已经预备好了 你的心智 去回应主的呼召呢 你愿不愿意让神借着你 去喂养和满足 他的羊群的需要呢 因为你的服侍和牺牲 使他们能得到饱足 身为牧者的 能够有这样的心智 基督的身体 就会得到建立了 神的名会得到荣耀了 所以 耶稣把不同的恩赐 加给那些 愿意被他使用的人 为要借此 把他自己赐给教会 紧接着下来 我们要来看看 牧人的两个主要的功用了 就是喂养和管理 我们来看看 马太福音的第九章35节 到第十章的第一节 以前我们已经讲过了 圣经的分段和分章 是后来翻译的人才加上去的 也就是原来的圣经是没有的 那所以 有的分段可能是不太适合的 应该是连贯起来更好一些的 好 我们来看看 马太福音第九章35节 到第十章的第一节 圣经这样说 耶稣走遍各城各乡 在会堂里教训人 宣讲天国的福音 有一致各样的病症 他看见许多的人 就怜悯他们 因为他们困苦流离 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 于是对门徒说 要收的庄稼多 做工的人少 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 打发工人出去 收他的庄稼 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 给他们权柄 能赶足乌鬼 并医治各样的病症 然后第十章第五节就说了 耶稣拆派这十二个人去 一开始在刚才九章35节 告诉我们啊 耶稣走遍各城各乡 教训人 宣讲福音 并医治各样的病 那在我们看来 这是十分美丽的一幅图画 但是耶稣的看法 并不是这样的 当他教训人 传福音 医病的时候 他并不是以此为满足 因为他看见人 仍然在一个困苦的景况当中 就好像没有牧人的羊群 一样的流离失所 耶稣的态度和看法 和今天很多基督徒的态度和看法 是完全不同的 这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今天很多教会都说 让我们开一些大型的聚会 让人可以来 得拯救 得医治 我们要请一些好的教师 教导他们 这样的做法 行得通吗 可以解决人的问题吗 不能 我相信耶稣看今天世人的景况 跟他当日所看 所感受的是一样的 流离失所 迷惘困惑 孤单寂寞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没有牧人 羊没有牧人 怎么行呢 整本圣经 包括了旧约和新约 都有讲到 没有牧人的羊群 是何等的可怜 危险 他们会成为野兽的猎物 也许你会说了 周围不是有教会吗 不错 当日他们是有圣殿的 那里有许多很好的祭司 也有摩西的律法 献祭 礼仪 到处有许多的会堂 有拉比 可是耶稣仍然看见他们 真实的景况啊 祭司和拉比 不能照顾他们的需要 他们就好像是没有牧人的羊群那样的 在以西节书的三十四章四到六节那里 神讲到关于以色列人的领袖说 瘦弱的 你们没有养壮 有病的 你们没有医治 受伤的 你们没有禅果 被逐的 你们没有领回 时尚的 你们没有寻找 但用强暴奄奄的挟制 因无牧人 羊就分散 既分散 便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 我的羊在珠山间 在各高岗上流离 在全地上分散 无人去寻 无人去找 那其实今天的景况和当日的一样的 虽然在很多地方都有教会 甚至是教会林立呀 可是在耶稣看来 人仍然是好像无牧人的羊一样的 因为单是教会 单是宗教的仪式制度 并不能代替牧人的责任 满足人饥渴的心灵 这完全是两回事 因此 牧人的工作本质上是些什么呢 上次节目时间 我跟你讲过了 牧人所需要做的是个别的关怀 今天的人 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的人 都更需要关心关怀 因为科技发达 大众传播日新月异 加上许多外来的一些因素 使人就越来越孤立 越来越少个别的接触了 所以人就更渴望得到关心关怀 那虽然我们今天可以透过广播 透过录音带 透过电视听到许多很好的信息 得到很多很好的教导 可是这些工具或者是媒介 并不能够代替牧者的工作呀 去个别的接触有需要的人 关怀那些有需要关怀的人的心灵的需要 不错 这些都是好的 必须的 也能够给我们很多的帮助 然而他不能够取代牧者的位置的 在希腊原文当中 牧人这个词所包含的意思呢 主要是有两个 那就是喂养和管理 那这是双管齐下缺一不可的 牧人不能只有喂养而没有管理 也不能只有管理而没有喂养 这两者是同时并进的 那现在我们再来看看一些有关喂养的经文 约翰福音的21章16节 那这是耶稣在加利利海边和彼得的一段对话 并且把一个很重要的使命交给了他 经文这样记载说 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吗 彼得说 主啊 是的 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说 你牧养我的羊 那在这个地方啊 牧养这两个字呢 就是指牧人要喂养的意思了 我们知道耶稣前后三次对彼得说了类似的话呀 头一次就是你喂养我的小羊 第二次是你牧养我的羊 第三次就是你喂养我的羊 这其实都有同一样的意思的 那就是要牧养和喂养 而爱是最大的动力 只有当我们爱主又爱主的羊的时候 我们才会尽心尽意的去牧养和喂养他们 好我们来看第二个例子 这是使徒行传的第二十章二十八节 是保罗对以夫所的长老说的一段话 圣经这样记载说 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 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 也为全群谨慎 牧养神的教会 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 这个地方说牧养神的教会 教会就是神的群羊 我们是有责任去牧养的 彼得前书的第五章第二节也说 勿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 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 不是出于勉强 乃是出于甘心 也不是因为贪财 乃是出于乐意 这几节经文呢 都是讲到牧养神的教会 就是神的群羊 那至于含有管理或统治意思的经文呢 有马太福音的第二章第六节了 这是引述了旧约弥迦先知 讲到弥撒亚降生的预言了 经文这样说 犹大帝的伯利恒啊 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 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 要从你那里出来 牧养我以色列民 经文当中的牧养这两个字呢 其实就是统治了 还有管理的意思 可见牧养和管理是互通的 也就是说互相通用的 另外在启示录的第二章 二十六到二十七节 也三次提到管理这个词了 那经文这么说 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 我要赐给他权柄 制服列国 他必用铁杖侠管他们 将他们如同摇护的瓦器 打得粉碎 像我从我赴领受的权柄一样 那注意了 侠管他们 有比较小的字说啊 原文是做木 也就是木养的木 意思就是要他用铁杖来牧养他们 管理他们 因为经文所要表达的是牧人 所以要用杖这个字来形容了 那由此可见 牧养和管理之间的关系 是非常密切的 耶稣正寻找一些可以喂养和管理他羊群的牧人 你有没有为羊群牺牲了心智呢 神是否已经给了你牧养的恩赐呢 那这都是值得你好好考虑的 你是耶稣可以选中的哪一位呢 因为神赐给教会有许多不同身份 不同职位的人 你有没有想过你是被神选中的哪一位呢 朋友们做信徒的 在立好了根基 又清除了几个基本教育之后 再来到真道上造就自己 在圣灵里面祷告 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里 让我们彼此的勉励 竭力做一个爱神爱人的 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我们已经讲过了牧人的责任是喂养管理 那前面除了喂养和管理羊群之外 牧人还有什么责任呢 关于牧人所负的责任 有三段主要的经文呢 那我们来看看 那就是约翰福音的第十章一到三十节 还有诗篇的二十三篇一到四节 和以戏结束的三十四章一到三十一节 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不能够在这个地方 把三段经文全部都读一遍了 我们只抽其中一些比较重要的来读一读 然后从中列出牧人要尽的一些责任 好我们先来看看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二节第三节 还有十一二十七和二十八节吧 圣经这样说 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 看门的就给他开门 羊也听他的声音 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 把羊领出来 我是好牧人 好牧人为羊舍命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 我也认识他们 他们也跟着我 我又赐给他们永生 他们永不灭亡 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 那从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当中啊 就说了 耶稣是好牧人 这里的好牧人呢 那并不是指道德行为上的好哦 那是说 我是能干的牧人 知道我的工作是什么 那因此 从约翰福音的第十章里头呢 我们可以看见牧人的责任就是 第一个别的认识羊 第二让每只羊都认识他 第三按照名字叫他们 第四引导他们 牧人不需要赶羊群的 他只要在他们前面领着他们走 他们就会跟从了 因为认得牧人的声音 而牧人又一知一知的叫唤他们 第五 为羊 预备适合的草肠 第六 保护他们 不受强盗的抢夺 第七 为羊舍命 你看看啊 这是一幅 多么完整的图画了 不但是讲到牧人的责任 更讲到羊的责任呢 那就是要听从辨认牧人的声音 和跟随着牧人的脚踪行啊 那今天我们就讲到了牧人的做牧人的原则 做牧人的责任 最后也顺带讲了 我们做羊的责任 我们也应该尽自己的责任呢 我们不能瞎跟着人家跑啊 我们要听我们的牧人的声音呢 牧人的声音在哪呢 就是圣经 神的话语 如果我们的带头人讲的话 不符合圣经的原则的话 这就不是我们的牧人了 我们要注意了 好 最后我再次提醒你 我问你准备这本小册子 圣经自修课程 这是免费送给每一位弟兄姊妹的 如果你想得到的话 千万别客气 赶快来信告诉我 来信写清楚我们电台的地址 你写给我夜光明收就可以了 我就会把圣经自修课程 这本小册子寄给你的 好 下次节目时间 我们再见了 我们再见